這也是壞了心情來看到高雄喔 這位先生當時到柯仔寮魚市場買了海鮮 就請附近一家海產店代客料理 只是沒想到餐點送上桌的時候 他發現這不是他買的隔離啊 這大小似乎縮水了 他懷疑店家是不是送錯餐點 炸的香酥的鮮蚵下鍋翻炒 加上辣椒輕鬆 真正香氣讓人食指大動 許多人常會到觀光魚市購買海鮮 再請餐廳代客料理 不同的料理方式一道菜 賣收120元到160元不等的代主費 但一位杜先生請高雄子官 一家海產店代主 卻發現上桌的蛤蜊 和原本買的大小差很多 那他端出來可能是100塊的那一種 結帳時雖然1860元的帳單 海鮮店只收了1800 杜先生反映餐點有問題後 業者回應讓他不太能接受 他就問說不然你是想怎麼處理啊 他就說那個不然零頭去掉這樣 我覺得應該他們自己早就有發現 詢問其他店家客人要避免帶客料理送來的 不是自己買的食材有小品物 也有內行人表示購買海鮮之後 可以請攤販做出記號 比方說將魚尾剪掉或剪出特殊缺口 避免自己的食材被混淆 也建議消費者在餐點上桌時 先睜大眼睛確認 避免權益受損 記得蘇維婷 黃耀明 高雄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